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支那个观众反馈,就一支叫我做的笔 按压,按压钢尖笔,也就是说白,最有名的就是白乐的capless 也就是这支一个是一个叫灵兰的品牌啊 他别的笔我还真的没有用过,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 那整支笔来讲的话,我就买的最便宜的版本了 就是一面干,一面黑的,一面树枝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那这一支笔如果全干,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好看 应该也是属于库存笔的一支笔 做工上面来讲的话,大家瞄一下 好,还是先看一下尺寸吧,然后再讲做工 好,一样的一个,那终于有一支比人接近146的一个长度了 那,当然了可能是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 他后面按压的这个,这个什么叫,这个按钮比较长 那笔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看一下,笔上面来讲的话是这样子 那首先,整支笔的话就是,这些小痕迹是没,就反光那跟这里比 那肯定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粗细上来讲的话,会比平常的C那么一点点 那个人觉得也是,呃OK,这些反正不是很大的影响 反而是我比较一个惊讶的是,它这支笔整支感嘛 capless目前为止,大部分笔都以曲线为主的 这支是一支少数人看见以直线为主的一支按压笔 按一下试下 手感还不错 比以前做的那支大公五六的手感来的好一点点 但是样子来讲,我个人觉得大公五六的样子会好一好看一些 而且它这个行程好像比较长 看到它这个行程比较长,那可能上段来讲回弹等等的 反馈来讲会比较好吗 毕竟就跟键盘一样吗 行程长一点更短一点的反馈 每个人追求都不一样 有些可能我轻轻按一下,然后就能出啊 反正各有各的一个想法 好,然后我们悬开一下这支笔来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哦,也是一样我不太喜欢的一个吸墨器 好,里面的这个环不知道什么用了 我们暂时就先不去动它 应该是一个防止那 哇,怎么会有油啊 呃,有油为,为什么 是不是为了里面的滑顺度的问题 那里面能看到就是一个按压的这样子一个结构 黄,黄铜杆的一个笔尖 这个黄的话应该是属于那个英语叫Rosher 就是一个垫片,那防止它一个磨损 因为呃,经常去碰,就经常两个两个零件摩擦嘛 它就是会有一定的磨损度 笔尖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跟百乐的一个接龙呢 如果能跟百乐接龙的话,那先不说笔杆吧 笔尖能接,就先不说里面这个,如果笔尖能接龙的话 倒是能帮不少人忙,那我觉得就是倒是帮的真的帮的大吗 毕竟,呃,百乐的一个capless那个尖吧 就是在二手市场看到就是报废的也有不少 而且不少人在那边求一个笔尖 不知道是玩坏的还是怎么样,这样子一个情况 嗯,再回来我们先把这个笔给收一下 那质感的一个,呃,本身笔的长度我认为也是ok 另外有一个点比较喜欢的 就是它前端的这个地方它是比较长的 它就不像说capless那边那个会比较短一点 那这个比较长,那相对来讲的话 你书写的一个高度就是斜度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那这些有时候长那么一点,短那么一点 其实有时候你书写上面适应 可能要两到三个星期这样子 另外就是上面这个度的话就是有点小白点还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有点小白点这个度的一个地方 反正就是不是很明亮的一个库 应该是属于库存痕迹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嗯,然后上面有这样子一个小压纹 不行,我手真的有点油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支笔 笔加上面来讲,哎,松动刚刚好 嗯,先上下墨看一看整体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吧 好,大概上一下,一样划两下 嗯,可以 嗯,现在有点粗糙啊,我用不用的 好,继续,先把这个垫片,哎,差点没发现这个垫片给放在这 嗯,然后再下来的就是 是不是有一个啊,果然它这里还有一个防呆的一个卡环呢 你反正放进去就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好,上墨上井呢,不知道什么感受 笔的重量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这只笔人看得出来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防密封装置 像纳米的代表就交点三的话 他会有个球,然后会增加一个笔密封性 摆烂那个我记得也是有的 然后这只没有,不知道他的密封性感觉如何 但写一间一按出来把整体的一个流线性还是有的 然后配上这个质感我,我认为就是说在一个 嗯,按压钢笔上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特色 好,那个呃,先试写一下吧,还是 好,书选完以后能看到这只笔的控墨还是挺不错的 我买的就常规的应该是FGM,能看到跟我的0.5 OK,能跟我的0.5的一个原子笔的话 粗细差不多 写起来的话 个人来讲还是不太习惯有这样子一个 就是这样子拿着有点割手 不是很习惯个人来讲的话 个人喜欢的还是粗眼的笔 那这样子不会碰到比较 或者比较可以弄得再细一点这样子 书写起来的感觉的话就是 嗯,会跟英雄的那样子的一个手感比较的话 就是说它会再滑顺一点点这样子 嗯,控墨反正也OK 没有任何段墨和非白 反而比较觉得就是奇怪的 为什么它的一个英文叫lily 这个就比较嗯,不太懂 嗯,由于是一个按压间了 所以它笔尖上面肯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馈 所以大概呃,用起来反正就是也是挺舒适的一支笔 那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笔尖吧 笔尖的话就是 可以,那能看到就是说它是属于一个偏,双,两边的一个 可以,两边的一粒有点是往内是往,是很坑的 可以可以,应该是对了吧 两边的一粒它是往中间的中锋那边收一点点的 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 好,这这边侧面感觉没看,能看的地方不是很多了 哎,不好意思 然后这里是可以,可以可以这样 好,那能看到前面也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小刀锋的这样子一个就斜面呢 也是有写中文为主了 不过国产笔基本上都是为了写中文 另外的话那整个一粒的 我看到的应该是它是有点小小的往中间收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但书写的感受的确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 哎呀,这只怎么一直放不好 好,大概这样子好像拍的不是很轻这样 好,可以可以可以,现在轻了 对,能看到吗 就中中缝那边好像这油 一粒那边是往中缝稍微收一点的 那这种打磨方式的话 相对来讲它会比较不那么容易刮纸 所以说刚刚写起来的时候整支笔的感觉会比较滑一点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总体的话就是整支笔最比较喜欢是它这个质感的设计 因为capless基本上大部分皮板好像都是一个曲面为主 而且它还是有一定的粗度 那如果质感,因为质感跟弧面的话 质感要同样的一个粗细 那弧面质感的话需要做的更粗 那这样子笔的话有时候显得会比较笨重 如果做的好 他会觉得说这支笔比较大气这样 笔的话反正就是刚好配重也挺好的 前后中间也是挺平衡的 我觉得可以对 刚好的话就重心也是在偏中间 然后就手握的地方偏厚一点 反正也是ok 但是拿笔的话需要拿的高一点 那这个地方的设计为什么长和短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有什么我漏讲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